这个课程是Android应用程式设计入门的Android模拟器 在这个课程当中讨论到的主题有 建立与启动模拟器 模拟器的基本操作 建立模拟器的选项 Android模拟器 在开始开发Android应用程式之前 你应该要先建立好一个模拟器 让你的应用程式可以在模拟器当中来执行与测试 建立模拟器的工作也是在Android SDK与AVD Manager当中来执行 所以你要在Eclipse当中来先启动它 在启动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准备建立模拟器了 在Eclipse开发工具软件当中 请你选择Windows Android SDK与AVD Manager 出现这个管理员的视窗之后 选择Virtual Device 也就是模拟器的列表 目前应该没有任何的模拟器的建立 所以你这边选择New 来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模拟器 出现这个建立新模拟器的视窗后 名称这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的 我们现在先请你输入MyAVD 而Target的部分 是要请你选择你这个模拟器是在哪一个Android的平台版本当中执行 那请你选择Android 2.2 也就是API Level 8号的这个作用系统平台 而SD卡的部分就是看看你这个模拟器有没有支援模拟这个SD记忆卡的一个功能 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个记忆卡的大小 我们先输入16 就可以了 而Skin的部分呢 是在选择我们这个模拟器的视窗的画面的大小 也就是你实际装置的模拟的大小 我们可以这边先选择HVGA 这样画面呢 可能比较不会超过这个整个视窗画面的大小 这些基本的资料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选择Create AVD 这个管理员呢 会使用非常快的时间 就帮我们把这个 这个AVD呢 这个虚拟装置给建立起来了 在建立好一个模拟器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看如何启动这个模拟器 还有呢 在启动模拟器之后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模拟器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在刚才的SDK与模拟器管理员画面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建立好的这个模拟器 你只要选择它以后 选择Start 在这个启动的对话框当中我们直接选择LAN去来把它做一个启动 在跳过一些视窗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类似电话的一个模拟的一个画面 而呢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呢它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你呢要稍微耐心一点等候 而在这个画面当中待会呢就会出现一个手机的一个模拟画面 而在这个视窗里面呢 右侧的部分 也有一些呢类似电话当中的一些操作的按钮 而且呢也有一个虚拟的键盘 可以呢让你在电话当中呢来做一些资料一些输入 再等候模拟器呢将你把所有需要的这个资料再入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在我们这个视窗的画面左侧呢 出现一个很像我们一般的电话当中所看到的一个画面了 在开发各种Android应用程式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虚拟装置上面呢 使用跟行动电话一样的操作方式 来测试你的应用程式是否可以正常的运作 Android的虚拟装置呢 提供于一般行动电话上面呢 都有的一些功能键的按钮 在开始操作Android虚拟装置之前 你可以先设定这个虚拟装置的这个区域资讯 目前呢它预设的操作界面呢是英文的界面 所以呢你先可以把它改成这个繁体中文 从荧幕上我们进入这个设定画面 先选择呢这个所有应用程式的按钮 然后呢找到这个Setting 进入设定的画面 在进入设定画面之后呢 我们这个往下卷动 可以找到有一个Language跟按钮的这个选项 在第一个我们就选择我们这个地区的语言 往下卷动呢就可以找到繁体中文的部分 我们选择它 这样呢整个英文的这个操作界面呢 就会变成是我们这个繁体中文了 你可以按上一键 回到这个主画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操作画面呢 包含应用程式的列表里面呢 就都会出现这个中文的一个界面 而在这个简单的这个虚拟操作画面当中呢 我们可以先了解 有时候呢我们在行动装置上 可以分成这个直式的画面 还有这个横式的画面 而且我们开发的应用程式呢 有的时候也会针对直式或横式呢 来做一些画面的一些调整 而在模拟器当中 你也可以呢执行这样的一个切换 虽然我们在行动装置当中 譬如说行动电话 你只要呢把手机翻转 它就会自动做一个画面的切换 而在我们模拟器当中 你可以按住Ctrl加F11 按下Ctrl加F11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画面切换为横式 那再按一次呢 就可以把画面切换为直式了 在刚才我们建立于启动的模拟器呢 只有输入一些基本必要的一些资讯 并没有设定其他的一个选项 那最后呢我们这边这一段来讨论到 建立模拟器的一些额外的一些选项 在执行接下来的操作之前呢 在刚才建立于启动的模拟器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 而在Virtual Device这个标签当中呢 我们看到所有建立的这个模拟器 目前这个呢 如果你有需要做一些修改的话 比如说我们本来想要把它加入这个 照相机的一些资源 也就是呢 我们希望这个模拟器呢 是资源有相机的这种硬体装置的话 我们可以呢 随时依照你的需要 再去修改它 加入一些必要的设定 在选择这个模拟器之后 我们再选择Edit 这时候会出现呢 我们刚才在建立这个模拟器的时候 输入一些基本资料 而想要把这个模拟器呢 加入一些硬体资源的话 主要是在下面这个Headward 这一块的一个设定 目前呢 只有一些必要的基本的一个设定 如果你要加入 例如照相机的资源 你可以选择New这个按钮 而在出现这个 加入硬体装置资源的 这个视窗当中 你可以在Property这个栏位呢 把这个选项拉下来 而你可以选择的 这个资源的硬体装置呢 有非常的多 我们这边可以先找到 这个Camera Support这个选项 在选择之后呢 我们选择OK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这个Camera Support这边 这个选项就出现了 可是呢 有时候呢 一些值呢 你要在偶尔做一些控制 也就是呢 我们把它选择Yes 那就表示说 这个Camera 也就是我们这个模拟器呢 是有支援这个相机的部分 而这个支援相机的部分 把它加进来之后 我们在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 才可以呢 在我们的程式码当中 去执行一些 跟相机相关的一些操控 而在加入完所有需要的 这个硬体支援的选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Edit ABD这个选项呢 把我们的设定给储存起来 那储存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再选择 刚才整个修改完成后的 这个模拟器 再选择Start 再选择Lunch 把它启动起来 而这个启动起来 这个模拟器呢 里面就包含 你所设定的这些 硬体支援的这些选项了 重点复习 建立与启动模拟器 你已经学会如何建立与启动 一个可以执行Android应用程式的模拟器 这样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就不用把程式呢 传送到实体的装置当中来做测试 模拟器的基本操作 模拟器的操作呢 与一个真正的装置呢 类似 你可以在这里测试应用程式运作是否正确 建立模拟器的选项 你可以为模拟器呢 加入需要的设定 让它的功能更像一个真正的装置